周四 澳洲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和工党发言人布伦丹奥康纳 在堪培拉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举行辩论 达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中共渗透澳洲政坛 企图影响澳洲大选 奥康纳否认了达顿的指控 声称不清楚为什么攻党的立场让中共觉得有利可图 同一天澳洲总理莫里森针对今年4月 中共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 再次重申其对澳洲安全的威胁 线路条款显示 中共军舰可在所罗门群岛停靠 距澳洲不到2000公里 同时引起西西兰和美国的担忧 而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周三声称 该协议不会破坏该地区的和平与和谐 莫里森政府对中共的强硬立场获得选民支持 而被认为是亲北京的工党 近年不断向中共靠拢 根据民调显示 澳洲近六成选民认为澳洲政府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 新台电视台01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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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纪 大内装